咱们辽宁舰也是今年使出了第一岛链进行训练 很多小伙伴都觉得特别的扬眉吐气 到底是去训练些啥呢 训练它主要是现在初始战斗力 就是航空母舰本身你要把它玩转 本身就玩转 再一个就是航空母舰和舰载机要能玩转 舰载机也能在上面正常的起飞降落 现在我看还实验了晚上夜间的起飞降落 夜间起飞降落是非常难的 还有航空母舰和它的护航编队之间 也进行相互这样的战术配合 也要进行协调 现在主要还是一个初始的作战能力 没有具备战士的那种全天候的 比方说这个航母开到大西洋去 自己能够夺取空圆支海拳 距离内部还差的比较远 还有很长的时间的部署能力 按照美国的标准一次出去就六个月 六个月不回来自己在海上补给 我们这一次出现就一个月 美国一出去就六个月 所以这些个还是需要一年两年的时间 大家好 这周的免费礼物是什么 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吧 那就是这架歼20 在很多很多军迷的心目当中 歼20简直可以说是图腾 是信仰 去年中海航展的时候 它经验亮相 可以说是2016年 整个中国国防事业最大最大的一个成就 那现在呢 这个歼20就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桌上 非常的精美 战斗力又强 美轮美奂 你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 真的是每次看到它都元气满满 怎么才能拿到这个免费的礼物呢 你能打开您的微信 关注军武大本营的公众微信号 然后在里边回复20 然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免费的礼物了 赶紧哦